我是严雷娜,今天我们来聊百香果修剪 分两个部分,第一是为什么要修剪 第二个是怎么修剪 第一个修剪的原因是因为百香果只有新的枝条结果 结果果的老枝条它是不结果的 留在那里只会增加消耗它的养分 第二个部分,如何修剪 我们主要分盆架式和壁式,强式两种 首先是墙式,墙式就是先让它张牙舞爪爪 然后我们要保留一几只干和两几只干 形成一个干字形 我个人试过的方法里面这种是最方便的 只要你有一面墙就可以 注意要把枝条拉到铁网的前面来 不然的话,它有时候穿过铁网 将来你要动的时候,它这个枝干会越长越粗 万一铁网以后要变动的话 那绕过铁网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塑料的这种扎绳 把它扎在网子上就行了 我们保留的主要就是一级和二级只干 其他的枝条都不用保留 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二级只干上面 有很多这种长出来的三级只干 这里根据你的地理情况 像我的话,两根枝条分别可以向下涨一米左右 这个盆架差不多是两米左右高 那么我们那个枝条能让它垂下来的枝条 差不多是50到1米左右 所以保留两到三个雅点是最多了 不要太多,不然会缠在一起 第二是盆架释样的 盆架释样呢,我想想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 就是一根主干上来 然后我们保留三个枝干 三个二级只条 一级只条很粗了啊 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三个二级只条 我们的一级只干是在这里打头的啊 如果你现在还是小数,可以这么操作 保留三个只干,或者是两个只干,或者是四个 根据你盆架的空间来 我这里呢,是保留了三个 我的这个盆架的尺寸是10个feet 乘以10个feet的这样一个大小啊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枝条 实际上它是密密麻麻 很不透风了,已经啊 一年长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只条 二级只干,再是一个二级只干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脉路 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比较粗 然后我去年剪的时候 我就是剪到这里为止的啊 其他的三级以上的只条 我去年只剩两个芽左右 三个芽左右,其他全部剪光 我们形成一个好的一个结构之后呢 是每一年的修剪就非常容易 首先呢,我们把这些没有熟的果子 还有熟的都摘了啊 太密了一个以后的一个缺点啊 就是你有些果子就摘不到了 它会离三层外三层往上面长 有些果子就在上面挂不下来 摘就不方便了 盆架结构不是最理想的结构 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在我的后院呢 视觉中心点有一个这样的架子啊 这样呢,我从家里洗碗的时候看出来 刚好是这一片绿油油 家里面做盆顶的植物呢 以前我考虑过紫藤啊 还有葡萄 最后呢,那几个都被我发配边缰了 因为它不是长绿的 长绿的还是 如果你的视觉中心希望是 有一个这么样的架子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摆相关啊 但是每一年记得一定要减 不减的话到时候会很重很重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二极枝干长下来的 这个三极枝条也很粗了 但是呢,哪怕它再粗 我们也就顶多保留四个雅典 就是四片叶子啊 不要让它再长了 长太多 到时候全部藏在一起 你第二年的修剪也是重问题 另外呢,结果果的枝条 我们永远记住那个法则 结果果的枝条 不再结果 我们狠心点没关系 冬茧要狠茧 春夏的时候不要这样 春夏的时候顶多就是 枝条太长了 垂到哪一个角度 我们给它打个头 这是顶多了 因为我们有这个原则在这里面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刀阔斧的 那些很细的枝条啊 肯定就是从哪里爬来几集 三集,四集,五集,六集 它虽然会结果 但是这个时候 今年已经不会结果了 你现在不修掉的话 明年春天结果就慢了 因为一年结果都是两季嘛 像我其实我家是可以从春天 从夏天开始吃到冬天的啊 最后打完这些所有的枝条呢 就是这么厚被子一样的密密麻麻的一层 这些枝条呢 我是拿来送花油的啊 免费送给我们当地的一些花油 可以给他们牵插 我出了一个牵插的视频啊 拿到这条的花油可以去看那个牵插视频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厚的一层 盖在这个盆子上面 铺在这里的底肌 面积跟那个上面是一样的 可想而知它多厚了 果子通风不透光啊 其实长不好的 但是呢春夏的时候呢 打叶子打枝条 不要打得太狠 你打得太狠的话呢 它光合作用的动能不足 后面的后续长果子的力量就不足 因为叶子是植物制造养分的 这个它的一个器官嘛 可以看到我这个三年长下来之后了 我这个枝条就这么粗了 我本来是两个枝条长上来的 后来被我很新长了 剪掉一个 然后呢在这个一级枝条上面 留三个二级枝条 以后每一年的修剪都是 去年我就这么开始剪了 就是永远二级枝条 然后呢三级枝条上面呢 保留看你吧 看你空间的大小 我的话两到四个 绝对不会超过四个压垫 不用担心呢 它只要有牙 像这个植物 你给它狠狠的一批肥 春天就能够爬满架 夏天这里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了 不用担心 它永远都不怕它长不出来 只要你光好水好肥好 我这里的光照条件 其实是挺差的 但是呢我需要一个这样 来装饰我的这个棚架 这样呢可以比较就是说 遮阴啊或者底下 我这个桌子就派上了用场 是我们一个家庭活动空间的一个延伸 可以看到这个枝条 拿下来这枝条啊 还是叶片还是很健康的 当时我选品种的时候 我选了这个 这个是紫色的自花兽粉的大果 哦对了 选品种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选自花兽粉的啊 不然你这么高的架子 这种结构你兽粉是很不方便的 对吧 在果子的话还好啦 我这个是七尺高 你这个盆架 当时那些木架子都太高了 我是个矮个子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剪完之后 就是非常明显的 从根部长出来 这个枝条一级 然后保留二级枝条 二级枝条上面留 三级枝条就要留几个雅点 总结一下啊 时间就是冬天很减 春夏打头 不要减太狠 结果果的枝条不结果啊 你新长出来的二级以上的枝条 都会结果 无论是几枝 冬天呢 你就剪横 三级枝条 只保了两到四个压点 不要超过 还有我们这种两种结构的方法 它会略有不同啊 你可以考虑 牵引枝条的时候 是一种是强势的 我推荐个人推荐 干字形 简单明瞄 然后这种盆架式的呢 我喜欢爬字形啊 请大家泡砖引一把 多来贡献自己的经验啊 给网友一些参考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